瞒着丈夫去医院照顾前夫的母亲,回家收到一条短信我蒙了。 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个愿望,希望自己以后的老公能够一辈子陪伴自己,哪怕生活不是多么富裕,只要两个人。幸福就好。 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我一直很慎重,我希望自己的初恋就是能够跟我一辈子的人。 所以面对大学里很多男生的追求,我都没有很快答应,在好久之后终于选择了一个并不是多么出众的男生。 他没有像其他男生一样,在情人节给我送玫瑰花,也不会给我送各种昂贵的化妆品,但是他是那种很体贴很细心的男生,所以我决定,这一辈子就是他了。 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,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小公司上班,并没有多少积蓄,但是可以一起做饭一起逛街,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。 这样过了两年,我们的宝贵妻儿出生了,她不光是照顾我,而且对女儿也是很有耐心照顾有家,所以我觉得我选对了。 后来一次机会老公看好了一家店面,然后开始了自主创业的道路。 那时候她每天早出晚归,忙着找客户找销路,而我那时候只能在家带孩子。 老公越来越优秀,而我却原地踏步,终于她开始嫌弃我了,觉得我不挣钱还不漂亮了,后来干脆不回家住了,过了好久我才知道,她出轨了。 我知道后也没有纠结,毕竟分居这么长时间了,我的爱需要最起码的尊重,所以我们离婚了。 之前我跟婆婆关系特别好,婆婆很喜欢我,觉得我带孩子就很辛苦而且很孝顺,所以即便是离婚了,我还是偶尔会回去看看婆婆。 两年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对我更好的男人,他不爱言语但是却做着一件件让我感动的是,一段时间后我们结婚了。 她没有嫌弱我,她没有嫌弱我,对我和孩子都特别好,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 可是后来一次我听说前夫的妈妈生病住院了,是尿堵症,而前夫的店也面临着经济危机根本忙不过来。 知道这事后我很纠结,婆婆对我很好,我觉得我需要去照顾她,我一直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妈妈,所以我去了医院,但是我还是瞒着现在的老公,因为我怕她知道后会误会我对她的感情。 我照顾前夫的妈妈是出于一种人之常情,对前夫没有一点想法了。 当我去了后,婆婆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只剩掉泪,我知道她那个时候看见我很激动,所以那几天我每天都去照顾她。 一个星期后我在回家的时候,晚上都很晚了,发现老公没在家,但是还是给我准备好了晚饭和水果。 当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才发现手机上有条短信,是老公发给我的。 她说一天无情 percentages。 她说一天无意听到女儿说见了医院的奶奶,才知道我最近都在忙什么。 她说她理解,但是需要时间接受,所以决定搬出去住一段时间,希望我能照顾好自己。 最后一句是我爱你 看完的时候我心里酸酸的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得对不对 我很爱我现在的老公 可是我又不忍心婆婆一个人在医院没人照顾 我该怎么办 这一夜我失眠了